住宅與都市更新科的 宋風全 宋科長 宋科長在哪裡 好 那就為他來為我們今天的活動 開場致死 唐貨委員 然後各位一座 然後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那個基隆市 都發住宅及都市科的 宋科長 然後在我把這個 賣客公的棒子交給我們唐貨委員之前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很多 索面孔跟一些新面孔 我想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個86設計公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右邊這種房子總共四成四的規格 它就是我們現在目前 市政府就是在持續經營的86設計公寓 它其實過去是警察宿舍 然後你看它現在的屋子的狀況不是很好 但其實目前還有三戶還住在裡面 然後我們因為它的位置很特別 它就在我們天寮河 現在目前在肉供城那天寮河 田寮河是台灣第一個的公寓河 它在我們田寮河的河底 這邊的一個公寓的宿舍 然後後面這邊 後面這邊還有一大片 就是我們的財政局的宿舍 然後還有我們聯合議員的宿舍 所以我們都是在想 就是如果我們田寮河這邊 後續持續在進行這個整件 就是整修 然後讓污水的系統可以變好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機會把旁邊這些公寓的宿舍 可以一併的整理 就像這裡 這裡其實之前在宿舍在住的時候 這邊是一整片為建 然後我們從104年開始 就是透過社區青年一起共創 然後共同修整的過程 把這邊空間做打開 然後我先預告一下 我們今年因為我們空間 有逐步有慢慢的清整出來 一樓的住戶也是也慢慢的千里了 所以我們今年其實在一樓的部分 我們會開放青年來就是入住經營 然後相關的資訊就是 就是歡迎大家就加86的粉絲專頁 然後可以持續關注我們 然後一起加入 就是青年參與社會實踐的一些行動 好 再來我就是正式把這個 這個主持棒就是交給我們唐末委員 然後就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然後我們用最熱的點掌聲歡迎他 好 謝謝 非常高興能夠跟大家互動 也很高興已經有四個熱門的問題 不過按讚的人還是非常少 所以目前沒有什麼辨別度 只有一票跟兩票的差別 那所以還是這樣呼籲大家 要為自己想聽的問題按讚 那我們在接下來的大概一小時 又二十分鐘左右 一小時又十分鐘左右 那我會講什麼是完全靠大家來決定的 所以如果不問問題的話 我就沒有什麼可以講的 那如果剛好沒有帶手機 這沒有什麼機率 那如果剛好沒有帶手機 那或者是不習慣用Slido的話 那也可以舉手 那如果舉手的話 那優先順序是比螢幕上要高的 所以就是舉手的話 應該這邊 就有朋友會幫忙遞麥克風給你 對嘛 我們有數位麥克風 數位就是好幾位的意思 就是不止一位的意思 所以有數位麥克風 等於大家都可以有麥克風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算沒有帶手機的朋友 或不習慣輸入的朋友 也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對談這樣 好那如果沒有人要舉手的話 我們就直接從螢幕上面的問題開始 那再次強調說 隨時都可以打斷 不管舉手還是追問 都沒有問題 然後剛剛是說前10名要有效禮物 不過這個前10名分別是 夢、匿名、GPD、Haley跟Birdy 那我不確定說你要怎麼找到這10個人 但是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去筆名 或者是匿名 那可能就必須要稍微自由新增一下 好那我們就正式開始 有10位朋友們問說 永續發展目標每一項都很重要 但是我們個人的資源也好 或者是一個地方的政府團隊的資源也好 不一定可以每一項都一起做 所以我自己覺得最優先的項目是什麼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永續發展目標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這17項目標 那就算投影 好吧算了 今天就不要特別管投影 我今天要用講的 這17項目標 它大概可以約略分成三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追求經濟的共榮、繁榮 包含說永續的能源、經濟成長、工業化創新等等 那或者是環境的永續 那包含地上的、水下的、氣候變遷等等 那再包含社會的正義跟公平 包含終結貧窮、健全的生活品質、教育等等 那當然還有這三個中間重疊的部分 話比像說我們的經濟跟我們的環境的永續 重疊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就是我們在做出任何經濟的製品 不管是產品還是服務的時候 不要造成後代的負擔 要往後代存款 不要從後代提款這樣子 那但是呢 當然 某一看就覺得17個真的是很多 所以每個人本來就是挑著自己 比較有興趣的、比較有能力的 來做一些貢獻 那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的工作主要都是在第17項 叫做促進目標實踐的夥伴關係 每一項有續發展目標裡面 都有幾個細的子目標 一共有169個 所以呢 後比像說我自己 我就會說我的工作首先是 對於17.6 17.6它是說什麼呢 是說我想出一個新的做事情的方法的時候 我就要分享給全世界的朋友 不是只有我認識的人才可以用 那同樣的道理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有人想出一個新的做事情的辦法的時候 那他如果願意分享出來的話 那我們在台灣就盡可能快速的邀請他來 把他這個想法變成我們在這邊使用的 那這個就叫開放式的創新 開放式的創新 舉例來講 以數位的開放式創新來講 有一個大家一定聽過的 或者希望大家聽過的 叫做警字號 就是剛才在那個我們slido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警字號嗎 那這個東西叫做主題標籤 英文叫做hashtag 就是說 每個人在網路上發文的時候 你可能是在不同的平台發文 但是只要在你在談的那個主題 是同一個 你就把那個主題 前面加上一個警字號 這樣子在討論這個主題的人 就可以彼此發現彼此 那但是這個東西的發明人 他是2007年 叫Christmas Sina發明的 他並沒有去主張什麼專利 也沒有去就是把它變成 只有他跟他朋友可以用 相反趴趴趴整個捐出來 所以我們就看到 Twitter Instagram Facebook 任何地方 大概都實作了一樣的主題標籤的這個功能 那開放式創新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每個人看到了這個之後 都可以拿去做完全不同的 跟創作者不一樣的想法的這個用法 好比像說我們知道在台灣 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的時候 前面加個警字號 並不是把它當作一個主題的意思 而純粹只是要把它變成粗題 或者是加底線的那種感覺的意思 變成強調的那個用法了 那但是因為這也沒有什麼對或者錯 開放式的創新本來就是 所謂眾人知識 眾人組織 大家的事情 大家一起來想辦法 那等到有了開放式的創新之後 我另外再做的事情就是7.17 叫做Effective Partnership 就是有效的夥伴關係 什麼叫有效的夥伴關係呢 就是說舉例來講 像這是我的辦公室 其實跟這邊有一點像 因為同樣是戶外 那這是在那個台北的兩岸路三段99號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它本來是空軍總部 那後來我們把圍牆拆掉了 變成一個公園 就像是這邊一樣 任何人都可以走進來 走進來之後呢 就會看到這是我們喜安兒朋友 他畫出來的一個類似足球場 這樣子的東西 那幾乎任何人踏到這邊 看到這個公共藝術之後 他都會進入一個比較柔軟的狀態 比較願意去跟他不太一樣的朋友們 彼此合作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要跟大家分享說 你看喜安兒這三個字 本身就是社會創新 以前在二十幾年三十年前 喜安兒基金會成立之前 喜安兒其實不叫喜安兒嘛 最好的名字是叫做唐師症患者 那還有很多比較不好的名字 我就不在這邊念了 那但是現在大家只要想到喜安兒或患兒 想到可能都是香噴噴的麵包 或者很好吃的餅乾 那當然他們其實看到的世界畫出來 就好像飯骨一樣嘛 就是也會有一個就是讓人覺得非常有創造的這種做法 那這個就是有效的夥伴關係 就是你去鬆動本來對特定族群的一個刻板印象 然後把覺得說那就是需要社會照顧的 沒有錯他需要社會照顧 但是反過來講他也有可以照顧社會的 他自己獨一無二的部分 那所以好比像說這個後面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很固定的這種織物架 但是這種織物架呢 只要這個一踏進來呢 好比像說當時就有一個朋友 他叫Stanik Heber 他是布拉格的市長 他是捷克人 那但是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就到了我們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他跟他的這個局處首長都非常的年輕 那一看到這個公共藝術之後 我們合照的時候呢 他們就都爬到了那個置物架上面 我笑得有一點僵 因為我們沒有試著在上面放過人 不知道會不會摔下來 如果會的話那就是國際事件 可能要上頭版 那但是 就還好 就是到最後是很穩定的 但你可以看到說 他們手上拿的牌子 也就是永續發展目標 雖然他上面的這些中文字 他不一定看得懂 但這些圖片 以及這些圖片 後面的那個顏色 他們都看得懂 所以這個是一個全世界的語言 那有了這個共同的語言 再加上這樣子一個開放的 大家心裡比較柔軟這樣子一個空間 那我們就可以促成非常有效的 這種國際合作 所以這是我另外一件 就是比較常做的事情 那當然我是數位政委 所以數位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我經常做的事情 就是17.18 Availability of reliable data 就是可信的數字 那什麼叫做可以相信的數字呢 是向彼此能夠交代的一些數字 舉例來講 像在台灣 我們本來就有這個公民科學的傳統 這個是空氣盒子 應該很多人有看到過 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在學校 或者陽台放一個小盒子 他就可以一支量PM2.5 或者其他部分的這個空氣的品質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分散式的帳本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寫入 可是誰也不能篡改的這樣子一個地方 那每個人都可以即時的看到 目前的空氣品質是怎樣 但是呢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架設 所以我們要怎麼知道這些數字 是真實可信的呢 這後面就需要有 好比像說我們的標檢局啊 或者工業局啊等等 來把裡面的這些原件去做一些校正 那還有一些缺的地方 缺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比像說像這些是工業區嘛 那工業區當然一般人 不可能跑進去放個空氣盒子 可因為空氣盒子已經變成了一個運動 所以說後來環保術也同意說 那即使在工業區裡面路燈 因為路燈是市政府的 所以市政府就同意說 拿空氣盒子這些朋友的這些作品 放到那個路燈上面去 那就能夠補上它在這邊比較缺的這一塊 那只有當大家都用相同的方式去量測空氣品質的時候 才能夠彼此校正 那到最後就是大家任何人覺得說 這個數字好像有點問題的話 他都可以自己很容易的去報錯 或者是自己去 就是再加一個空氣盒子 然後去進行互相的校正 所以這一套做法 後來到我們就是大概剛好一年前吧 口罩地圖的時候 也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為本來在公民科技這個社群 就已經有這種彼此之間 互相在地圖上面 校正數字的這個技術能力 所以改幾個參數之後 他就變成了口罩地圖 那就是另外一個SDG17 就是夥伴關係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自己的回答 那每個人當然就是按照自己的興趣 就是可以有空看那169項 那看的時候你如果覺得這一兩個 跟自己比較有關係 那這樣你在全世界都有 對這些牛市團目標感興趣的朋友 可以變成就是一個 什麼叫做community of practice 就是一個一起實踐的一個社群 阿爾本想要知道說 基隆的青年 未來發展的建議還有方向 這很好的問題 我們現在在就是我們叫做青年發展署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計畫 它叫做青年諮詢委員會 那青年諮詢委員會呢 當然一方面有個縣市的 但是呢也有我們在中央的 那我們在中央的大概25位青年諮詢委員 他就是在每一個相關的這個部會 每個部長大概都有一兩位青年 都是35歲以下 來反過來當這一位部長 或者是這一位主委的 所謂的reverse mentor 這個很難翻 就是我把它翻成見習部門 就是說一方面他是來見習的來學習 但是二方面他也是在指引這個未來的方向 所以他是一方面 可能對於政治的運作啊 或者是政策的脈絡啊 不一定那麼熟悉 但是二方面這個不那麼熟悉 說不定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他可以想出一些天馬型 或者說不定還可行的一些主意 然後呢去讓我們的各部會的朋友們 來進行討論 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們有一個網站 不過我今天就是可能秀網站 沒有什麼用 所以還是只是講網站的名字 這叫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 那這邊的三十位 不是完全都是青年啦 也有一些是資深青年 心裡是青年 除了這些部會首長之外 那也有我們的青年諮詢委員 那比較重要的是說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提案 就是他們對各個部會想要改變什麼 那以及就是相應的我們也提出了哪一些 關於國際視野家庭經濟機會健康等等的一些青年的政策 那每一個都有非常巨細迷的這個列管 就是到底目前執行到哪裡進度如何啊等等 我想有空的話是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在這裡面有一個我覺得也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它並沒有變成好像完全只是質詢而已 它其實比較不是像在立法院 然後立法委員監督我們 然後說就是你一定要做這個啊 那沒有做這個的話是 等於是說有點辜負人民的期待啊等等 那個當然也是一種民主政治運行的方法 但是我們這邊的這個親自委的做法呢 其實比較是有一種好像 我先做一次示範一次給你看看的那種感覺 好比像說像這個是在國慶遊行的時候 我們的國慶遊行就是一些技職選手 這三位應該都是當時在俄羅斯卡山的時候 國際技能競賽就有點像奧運 但是他們的專場可能是汽車噴漆 中間這位應該是汽車噴漆 那或者是雲端資料部署或者是任何的技職 都都算在裡面 那但是以前基本上只有奧運 亞運等等的這些運動會選手 會在國慶遊行上面接受大家歡呼嗎 那當時就有一位親戀諮委員黃偉翔 他加入親自會的時候還不滿30歲 他就覺得說那其實這些技職選手也是台灣之光啊 那而且像這一屆他們是全世界得了團體得了第三名 其實也是非常好的成績 那但是因為大家比較看不到 所以大家在做執案規劃的時候 如果是念技術高中 當時還叫高職啦 的時候就是覺得說那他自己就是發展他自己的工作 但是比較不會有一種他可以去當 所有的在地的中小學的人的榜樣的那種感覺 跟就是我們得金牌的奧運選手 他可以當他所就是感興趣的所有的這個 運動的朋友的榜樣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想把它提升到這個程度 那當時因為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舞台 所以他怎麼辦呢 他就自己群眾集資 然後集資之後就真的他自己去了 然後之前他也都有隨隊去嘛 那他經營一個叫做 技職3.0的這個媒體 然後自己拍一個非常賺人熱淚的短片 說不定還有人看過 那讓大家有一種榮譽感的感覺 那所以他自己這樣示範一次之後 那他也說服了勞動部長陪他去 喀神時機看了說那回來 他就這個成功的腦波影響了 腦動部長 然後腦部長再回來影響教育部長 再回來影響我們院長 再回去影響那個立法院的院長 因為他是國慶典禮的主辦人 那大家都覺得說這真的是一件好事 所以就不是只是辦一次 而是說從那個時候開始每一次 每一屆已經連續兩屆了 都有這樣既旨選手的國慶遊行 而且這些既旨選手得了名次之後 回來他不是只有他自己的身造而已 他也會在大家的安排之下 回去幫好比像說中學運用他們的這些技能 把在地的這個中學的生活環境弄得更好 而且讓中學生知道說 如果我的興趣是技能的話 那我選技術高中 並不是因為我念不上學術高中 所以才去念技術高中 而是我念技術高中 我一下子對我的這個社群 我的社區等等就有具體的貢獻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以前大家沒有這樣子想 但是因為有一個青年這樣子想 然後他自己試著示範做一次 而且是透過權重募資的方式 因為你只要有捐錢給他 你大概就不會想要看他的失敗 所以大家就願意出了非常多的主意 那反過來就影響政策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所以我是建議說 在各行各業裡面 不一定是說 一定要在我們公共治理或者行政院 那都可以試著去想一想說 有哪些是類似的形狀 就是青年去找出新的方向 但是資深青年們 心理師青年的這些朋友們 是幫助這些青年們 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能量 那所以這邊提供方向 那這邊提供能量 那這樣加在一起就可以達到 我們叫做輕盈共創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如果青年不是自己來幫助他的社區指出方向 或他只發展他自己的方向 但是並沒有特別考慮到說 那長輩所在意的這些價值 那可以透過這樣子怎麼樣傳承 怎麼樣發揚光大的話 那你能夠用的這些聯盟 就稍微少一點 所以我是建議還是說 跨世代的 跨學門的 跨地區的 那這三個部分的連結越多 那你的發展就比較不是你一個人 而是整個社區跟著你一起發展 好 有12個朋友問說 從政委的角度來看 基隆的地方的創生程度 處於什麼樣子的階段 以及有沒有什麼相對於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 地方創生 它客觀的處於什麼樣子的階段 並不是我說了算的 它旁邊有一個地方創生資料庫 那在這個地方創生資料庫 它叫TESAS TESAS TESAS 裡面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按基隆市 然後它就會去分析說 基隆市它的人口的趨勢 人口的消長 哇 這是很清楚 所得 然後經濟與產業 交通 觀光 教育文化 社府 醫療等等 包含有型資產 無型資產 然後等等的這些具體的數字 那再往下的話 它就可以去再把它放大 去看到每一個不同的區 它的情況 然後也包含旁邊的其他的行政區 所以我主要講的是說 我們從中央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並不是說 好像每一個地方 像日本的戰略特區那樣子 它一定要有一個跟其他地方 完全不一樣的這個發展路徑 或者是說 自己在當地去發展出一些 一些必須要就是中央去relax 就是去重新解釋一些法規命令 然後才能夠讓地方能夠創生的一些做法 因為台灣其實真的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的做法都是說 我們在每個地方有想出一些新的 但是被目前我們的法令 或者是被我們的習俗習慣 或者是中央做事情的方法 可能稍微卡住的部分 舉例來講 好比像說 有很多朋友說 他們在地的這些經營 不管文室工作或地方特色的 跟旅行社的關係 有的時候是有些不平衡的 因為從旅行社的角度來看 他們是一個一個的單點 但他們比較希望來這邊的遊客 能夠是比較完整的文化的體驗 那以前的旅行社的資本額的門檻比較高 所以說就變成說 好像他在互相討論的時候 旅行社那邊的溢價的能力比較高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採取了一個 我常常講的那個 開門造局 你行你來 你行你來的一個態度 就是說 那我們先把資本額調低 現在好像一百二十萬了 然後再把它的 就是整入的各種各樣的門檻都放低 那這樣的話 只要是願意經營在地的 深度的旅遊體驗 文化體驗等等的朋友 一方面自己很容易稍微串聯一下 就成立一個微型的一個旅行社 那就可以自己開始規劃 屬於自己的行程了 那也比較開始了解到說 輕易旅行社也真的也沒有那麼容易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說 那如果是 它是完全是文化體驗 而不是 就是把人去定義到特定的行程 而是人來這邊 然後來體驗這邊的人的活動的話 那這部分倒不需要特別 申請什麼旅行的執照等等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像之前就是基隆有一些朋友 來我的辦公室 就剛剛看到的 人愛路三段99號 其實我們對談 全部的主資稿都在網站上來 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 但是我就是這樣講 就是說基隆這邊 當然不會是完全是個案 但是如果這邊的朋友 已經組織起來 而且已經把一件事情想清楚了說 那我們的中央的法規 就是應該怎麼樣子調整 才能夠符合這邊的話 那我們不會說 欸 調整到 變成只有基隆能用 而是說每一次去進行調整 然後去告訴前來的朋友說 那大家都可以透過 像當時基隆的朋友 踢出來的這樣的訴求 那大家都可以用這個 新的方法來運作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 每一個地方的地方創生 都是彼此加強的 不會說有一個地方 在一個特別前面的階段 然後把其他地方 靠在後面 我們比較不是 這樣子的地方創生的 處理方式 那有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欸 可不可以建立一個平台喔 從部會到地方 都可以在這邊提出以及檢視喔 相關的SDG行動 可以啊 而且我們已經有這個平台 它叫做社會創新平台喔 SI.台灣.GOV.TW 那如果找社會創新平台的話 應該是就可以找到 那在上面呢 有一個地方叫做看線況 那看線況就會出現一個台灣的地圖 那在這個地圖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每個地方它在SDG上面 它注重在哪些方面 以及在每個地方的社會創新的組織 就是致力於SDG的 不管是我們的社會企業啊 或者是一些合作事業啊 或者是在地的甚至是學校啊等等 對就是SDG有哪些具體的主張 然後提議啊想法啊等等 都可以在這個上面看到 不過我覺得只要是白底的喔 在這個投影上大概就不太行 所以今天還是算了 反正如果有空的話 歡迎到社會創新平台上面按看線況 就可以直接看到 那除此之外 每一個就是縣市 也都可以按照聯合國那個規則去提出 它自己的所謂地方自願檢視報告 所謂BLR 所以不像我們中央是必須要全國嘛 做這17小時目標的進度 那現在以我所知 台北、新北、桃園是已經寫好的 台中、台南好像正在寫 我不是很確定 那其他的縣市其實也都可以 往這個方向來想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個縣市 有某個特別想要倡議的SDG的 搭乘的路徑的話 那其實你不需要中央的許可 這沒有許可可言 你可以直接用城市外交的方法 去跟全世界去分享你這邊的SDG路徑 那我們也會把所有有做BLR 有做自願檢視報告的這個縣市 把他的BLR實際放在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社會創新平台上面 那同樣的可以在社會創新地圖上面 連上去 那就是這邊的地方自願檢視的報告書 那但是 對,台北我想還是不要看字好了 我現在自己都有點看不到 我想有空用自己的手機看 那有12位朋友問一個 王醒之這位朋友問的題目 他說SDGs如果涉及深刻的變革 好比像說集村的農舍 對於山坡地上面的破壞 或者是能源轉型的不正義 那此刻的倡議常常會流於口號 那政策上到底要怎麼樣在各部會 到地方政府落實 非常好的問題 這個問題要回答我得喝點 那這樣吧 我是覺得口號沒有什麼不好 如果如果口號沒有辦法 很容易讓人記得的話 也很難去做到就是整個社會的行動 那就像剛剛講到的其實血汗二三個字 那也就是一種口號 它是一種想事情的方法 那但是等到大家都開始使用把它變成日常用詞 這樣子用的時候 那自然我們對於這個想法就開始改變 再舉例子來講 話比像說這位朋友他講到能源轉型的不正義 能源轉型這四個字當然是口號 但是如果不講能源轉型四個字的話 或者是它相關的我們叫世代正義的這個概念的話 那如果這四個字 世代正義這四個概念沒有深入大家的日常的會話 會變成是說那世代正義的事情 我們要在討論一件政策的時候 如果任何人只要提出來說 對當代的人都不錯的 但它其實是會破壞到下一代的環境 或者是社會 那這個時候呢 以前我們在講正義或社會正義 講的都是活著的人 所以很少說 那這個後代子孫 會來這邊舉牌抗議 但不太可能他們還沒有出身 那但是現在因為有世代正義這個觀念 所以現在還活著的人就可以超前部署 就可以幫下一代或者下兩代舉牌抗議 說這個是世代的不正義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的口號 它可以起的作用 它可以讓本來看起來很奇怪的一個行動 但是因為世代正義四個字講得很順 所以到最後就一點都不奇怪 然後大家都可以把它變成日常活動的一部分 所以我會 第一個我不會說流於口號 我覺得口號它是尤其一個好的口號 變成大家日常用詞的口號 是集體行動的 尤其是政治跟社會行動的第一步 那等到大家都耳熟能詳之後 你才真的能夠去集結起來 然後去要求 好比像說 像把就是世代正義的這種想法 寫進現在 據說憲法又要修改了 所以寫進憲法裡面嘛 有些朋友在提這個 或者是說 像我們18歲公民權 那這個應該是比較沒有爭議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即使是在18歲公民權真的生效以前 我們也可以看到 在我們有另外一個平台 叫做Join平台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Join.gov.tw 就是大家可能會聽說過 有很多人在那邊一直提連署案 好比像說什麼希望教育部即刻實施中小學遠端教學 或者是什麼開放醫療用大碼 今天沒有討論這個 那或者是教育部應該制定中小學校園志工的規則 這個應該就是講就是早窒息的時候的一些來校園 就是宣傳一些想法的朋友等等 那這些其實都是日常大家實際碰到的問題 那在以前不管是透過議員或者是立法委員的系統 要求政府來做變革的時候 常常 尤其是立法委員 比較在意的是已經成年的朋友們的意見 這也是當然的 因為已經成年你才能投票嘛 那但是這些的很多厲害關係人 其實都是可能才15歲 甚至有些才12歲 可能有些才10歲 那但是我們在Join平台上 因為沒有年齡資格的限制 那它只要是我們的國民就可以來倡議 所以到現在已經有高達四分之一 像在上面的倡議 已經都是不滿18歲的人 就是在國教體系的小朋友們 或者是大朋友們來提議的 那甚至有一些高中的公民課的老師 直接就把在這個平台上面提議到能夠五千人連署 當做他的隨堂作業 那當時我們有過一個連署案說 就要禁止使用塑膠吸管 內用的塑膠吸管 還有其他的一次性餐具 那那個就很成功 而且也成案了 那我們實際開協作會議去 面對那個提案人 因為我們都以為是環團的大佬 才能夠一瞬間有五千個人響應 但後來發現說他才16歲 一個高音的學生王宣如 那我就問說 那你為什麼會來提這個案 那他說沒有啦 這是我的回家隨堂作業 是我的公民課的作業 公民老師就是要挑一個 大家會連署的一個題目 那時候因為大家可能還記得 有一個什麼海龜的鼻孔 那個吸管取出來嘛 那個圖片正在瘋傳的那一陣子 所以他就挑了這個題目 那又結合了一個線上的社群 叫做不素直客 塑膠的素 那所以一下子就碰到了非常非常多人 所以這個提案就成功了 而且也真的加速了 我們就是一次性的餐具 就是緩步推進禁止使用的這個步伐 而且也真的幫很多一次性餐具的廠商 他們也有來開會 那這些年輕朋友就幫忙想很多 不管他們用生物可以降解的這些新的材料 或者是用玻璃吸管 或甚至重新設計到它不太需要吸管就可以喝啊 等等的這些 像這種這個現在杯子都是長這個樣子 等等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好的做法 就是我還不打到我18歲或20歲 我就先看到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然後乘著一個當下的一個口號 或者一個梗圖 舅舅海龜什麼之類的 那變成一個集體行動 那這個集體行動 一下子就可以去達到實質的政策的一個改變 所以從部會的角度來看 只要是各方的利害關係人 包含這些做免洗餐具的廠商 在出席的時候也都說 那我們願意往循環設計 往循環經濟的角度去轉型 因為他們當年也是因為在台灣肝炎流行嘛 或是說30年或更早以前 所以他們當時做這些免洗餐具 其實就跟現在口罩國家隊是一樣的道理喔 都是為了就是預防流行病 但是現在當然肝炎就是 其實幾乎已經解決了一個問題 我說這些傳染性的 所以在他們的角度來看 他們也很想要做一些margin 就是他的附加價值更高的這些做法 那這些時候這些年輕的朋友 就同樣可以指引他們方向 而且也可以幫助他們去做群眾募資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各部會就沒有反對的道理 因為從環境這邊的倡議者 跟從經濟部門來這邊的這些廠商們 他們自己達到了某種新的程度的共識 循環經濟的共識 那有這個共識的話 那各部會當然都是盡力幫他們推廣 絕對不會像以前那樣 覺得好像是一個 我順著這邊那邊就會不高興 我順著那邊這邊就會不高興 一個零和的一個狀態 所以從零和到共好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倡議這種結構性改變 就是你每次看到好像在拔河一樣 這樣子的題目的時候 就去想說 那中間的這個繩子 那以前一般來講 各部會就是中間這個繩子 就是不能被封斷 還要確保說這個兩邊 還願意繼續談下去 但是因為我們有現在 永續發援目標的這種想法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想說 那與其經濟跟環境在這邊拔河 不如我們就透過創新達到循環經濟 在兩個中間去達到它的共好 所以我還是會推薦 我們想到一個好的口號之後 就從這個口號 開始去凝聚出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時候 世代正義等等這些結構性的東西 才真的能夠透過我們而來臨 因為實際上並不是 我想沒有任何人 他如果很明確地看到說 有對後代子孫更好的做法 而且對他自己也不壞 沒有人是以破壞地球到七代之後 就沒有人可以住為己任 很少能夠找到這種人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只要能夠講清楚它的這個路徑 我覺得大家都是會願意來做一些 調整跟改變 有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環境保護當然很重要 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循環 卻產生越來越多無法分解的垃圾 國外已經慢慢推行五包裝的商店 在台灣可以透過什麼策略 來改變人們的觀念 以及消費行為 當然還是要想到一個有梗的口號 這個無論如何都是第一步 我記得我自己很小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正在推那個垃圾分類 所以有什麼翡翠蛙、黃金屬 什麼之類的 就是不同的顏色的分類的那些垃圾桶 那在當時之前 就是我的上一輩或上上一輩 其實是沒有什麼系統性的垃圾分類的那種習慣 有一些個別的人 他因為個人的環保意識會去做 可是沒有那麼簡單的方法去告訴小孩要怎麼做 那但是從我小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推出這些響亮的口號 跟漂亮的這個分類設計以來 那台灣就逐漸變成一個 連玻璃都可以回收 這個在國外是比較少見的 或者是當然 那免洗的寶特瓶現在好像 還是只有95%的回收率 但是95%也沒有說很少 那所以還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那但是就是就算回收做到95、96、97 那還是有一些包裝 他是無法分解的 而且也沒有進入回收的體系 可能也沒有被好好的處理 那這個時候就是在源頭減量 可以做比較好的工作的時候 那最近我們在去年的總統被黑客松 其實又是另外一個網頁 但是現在還是一樣什麼都看不到 好吧 那OK 放大一點 應該可以看到一點點 也是用永續發展目標 當作精神 就是我們在全台灣 當時有200多個不同的提案 每個都扣合到一個以上的永續發展目標 那每個都很好玩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有一段是要群眾來投票 就是所謂的平方投票法 我們用了一個新的投票的制度 確保說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投 很多個不同的專案 而且會相當平衡 不會全部的人都關票 到其中的一個project來 所以每一個呢 其實都有一定的這個好玩的成分 然後可以動員很多人來進行就是共同創造 好比像說這個是用AR 就是擴增實境 你可以拿一個手機或iPad 就可以看到一片空地 然後按幾個鍵 就可以說如果這片空地種滿了某種樹 它會長起來怎麼樣 而且還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都可以說 那如果種樹種到這邊啊 種到這樣等等 那我會願意來照顧這棵樹 那等到大家都有點像是許願池 或群眾募資那樣子 大家把commitment 就是願意照顧好一個社區的樹 這些連署都蒐集好了 到一個程度的話 那他們應該是有在桃園實際上有落地 他們就可以告訴市政府說 那你可以優先把這塊公有的 在目前閒置的空地來種樹 因為大家會願意一起好好照顧這些樹 那樹還可以透過這些AR的機制 去跟他們講話 不是說像阿凡達裡面那樣講話 但是就是說你可以跟他有一些互動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叫做台灣好質地 那又或者像說CQ Plus 那這個就是一個源頭減量的一個 另外一個做環保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這個團隊叫鳳茶 鳳茶大家可能知道是台灣的一個文化 在一個很大的樹下 那就會有一個茶壺 那任何人路過都可以倒茶 那這是一個就是好客 而且是讓大家覺得說 我在每個地方就算我是陌生人 我也是受歡迎的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那所以他們的做法也很簡單 就是他們把鳳茶做成了一個APP 那而且環保署還在沒有我的同意 因為我拋棄了肖像權跟智慧財產權 所以環保署就可以任意的 就是拿我的照片去做梗圖 那環保署就加入他們團隊 然後拍了一個糖鳳 然後糖鳳茶 一個茶壺 然後在糖鳳茶 鳳茶變成鳳茶的logo 這樣子一個很有梗的一個東西 去推廣鳳茶這個APP 那這個APP是做什麼 如果有玩過精靈寶可夢 Pokemon GO的話 可能知道說它是一個地圖解謎遊戲 所以你一打開的話 就會看到附近所有的鳳茶站 那你只要用你的水壺當做道具 那就可以去到處裝水打卡 打卡的時候 你可以評論說 你喝的是冷的熱的 溫的冰的水 它的水質怎麼樣 附近的這個天氣怎麼樣 你什麼想要分享的心得 很多人就開始聊天 等等的情況 那每一個這樣子check in之後 就會獲得金幣嘛 集滿了金幣 又可以換國外農品 或者是什麼別的社會企業的這些農產品 然後他們會不斷的推出一些很奇怪的任務 現實任務 這個也就跟寶可夢是一樣的 到比像說什麼大稻埕巡禮 這類的 所以意思說它其實是一個遊戲化的 讓大家去裝水的 順便了解到在地的地方的社區營造的故事的 就是什麼都穿起來的一個東西 可是它最後的顯示出來就是說 因為大家這樣子養成的習慣 你連續50天打卡之後 大概就不會再去買寶特瓶了 大概就都會帶水服出門了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一起去把 剩下的那5卡 沒有辦法源頭減量掉的寶特瓶 那就可以減到幾萬瓶幾萬瓶 事實上你一打開它就會說 感謝大家一起省了幾萬瓶的塑膠的寶特瓶上去 那一旦你裝了這個APP之後 別的總統專業客送的團隊 好比像說健康氣象一起來 那它就可以在 因為現在氣候變遷嘛 動不動就飆到接近40度的情況下 夏天啊 那它就會自動推送這個訊息說 那你趕快用風茶去附近裝點水喝 那因為按照目前的日照啊 風向啊 風速啊等等我們推算 那其實你會不知不覺就中暑喔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 所謂精準健康這樣子的例子 那這個又再進一步的去鼓勵大家 不要買新的寶特瓶 而是隨時手邊都有一個水服 你可以慢慢喝喔等等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改變觀念的方法 它不是去批評你 不是去說就是你買寶特瓶不好 那大部分都不喜歡直接被說 你做什麼不好的 因為如果這樣有用的話 它早就帶水服出門喔 還會出門買寶特瓶的人 大概都是這些寶特瓶 它已經沒有用的 所以你可以反過來去用一種 好玩有趣的方式 大家都在玩整個手遊 你也來玩吧等等的這種方式 然後去讓它變成說 我不是我的行為改變不是為了 這個做一件更好的事情 而是一個更好玩的事情 那但是這個更好玩的事情 你持續做個50年 新的習慣就形成了 那它就真的變成一件更好的事情 那反而這樣子好的事情 才比較容易擴散出去 所以讓好的事情好玩啦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有18位朋友們問說鄭秋平的一個問題 請問委員當您在求學階段 面對學制裡面的不完備 那你是如何找到你的戰鬥位置呢 父母做了什麼事情 成為你的支持的力量 在這個找尋自我的過程當中 什麼是最難突破的 以及最欣賞自己做了哪件事 感謝指教 這是四個問題啦 不過沒關係 既然18票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回答 我在求學階段 學制內的不完備 其實主要可以說是在國中二年級 就是中二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比較清楚的 在前面確實我是常常轉學 我唸了三個幼稚園 六所小學 一年的國中 然後中二就載學了 那所以十年唸了十所學校 那沒有做過暑假作業 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暑假作業 因為暑假都在轉學 那但是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不會特別覺得 學制有什麼不完備之處 反正如果一個地方不適應 我就再轉學嘛 反正每年都在轉學 所以反而比較沒有那麼強的說 是學制的問題 但是到國二的時候 我確實覺得是學制的問題 因為當時 就像現在 是有所謂的強迫入學條例嘛 就是如果是 國中三年級或以下 然後不去學校 那地方教育局會來勸導 那勸導如果還不去 那就會開始罰款 每天不去 就每天都罰這個家長 那所以其實我是 不可能不去學校的 但是當時呢 我迷上了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全球資訊網 就是WiWeb瀏覽器 當時剛剛發明的一個東西 那在那個上面 我其實可以找到 非常多的研究人員 對於我感興趣的這些題目 其實已經在寫很多Paper 而且我寫Email給他 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所以也就把我當作另外一個研究人員 我們就可以一起做研究 那比起來我的課本 差不多就是10年的時間 所以我就好像一下子到10年之後的未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我一天16個小時嘛 都想要用來做研究 但是現在就是國中在當時 他會讓我有8個小時必須關在國中裡面 那我只有8個小時可以拿來做研究 我覺得很浪費我的時間 所以當時我就約了我的校長 就是杜惠平校長 那他就很認真的聽我講剛剛的這一整套 那我剛剛就是講的這一整套 其實完全是從我自己出發 我沒有想到對於杜校長而言 他也有他經營學校的一些困難 一些挑戰一些難處 那中二嘛都是這樣子 所以滔滔不絕 他講了一堆 然後把印出來的就是我跟研究者的這個 就是E-mail給校長看 那校長看完了就說 你做得很好啊很棒啊很肯定啊之類 那我就說 那所以我是希望說 可以不要再來這座學校 我想要全心全意都要做研究這樣 然後校長就想了大概一分鐘 那想完之後他就說 好啦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了 那我就說那強迫入學條例呢 那他就說 教育群那邊的話我就幫你處理就好了 所謂的處理就是衛造文書的意思 就是他還是說我有去喔 不過現在追訴期過了 所以就可以講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從當時我的這個中二的心靈裡面 就有一個概念就是 原來公教人員是全世界最創新的 就是最有Guts 最能夠承擔的人 那現在這個感覺還是在我心靈裡 這個一個人在中二的時候 形成的想法很難改變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說 原來在體制裡面也不是每一個人 都是所謂捍衛這個體制的 只要你好好跟他講 從你的角度上面看到的這個道理 那校長就會 起碼我當時的那位校長就願意 讓我真正進入我的所謂戰鬥位置 就是去做研究 那他也有他自己的戰鬥位置 就是在體制裡面去幫我爭取一個空間 那當時應該曾雅寧對校長也是這樣 另外一位下圍棋 我一下忘記名字的朋友也是這樣子 那在我們所謂第0代自學生的這些校長 做出了這些體制內的 有點像是公民不肥總之後 那當然後來就開始有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三法 那後來就都是合法的 我們是第0代 就是還不是很合法的那一代 那時候父母做了什麼事情 成為我的支持力量 當時因為我都說服我校長 我父母當然也不能講什麼 但是其實他們還是蠻擔心的 所以他們會推薦我還是 就是不要放棄我的學業 那尤其是因為我在研究 社會學或者是哲學這些 其實不能夠完全隔著網路來理解的 很多還是要透過實踐 以及透過人跟人之間的對話 所以他們就會希望說我還是去找一些 對這些感興趣的朋友 那我就去找到了我家附近的一所大學 就是政大 然後上面的就是很多課 我就每一門都稍微去聽一聽 那後來就碰到了很多教授 那這些教授雖然知道我不是來這邊 要學分或者要學位的 但是因為我的研究的方向 跟他們研究的方向一致 甚至有些教授還願意說 那每個禮拜留個一兩個小時 我就去他研究室隨便想要講什麼 他就陪著我來討論什麼 那就是藍庭教授 現在也變成這個 也去得我們的國籍了 那所以當時我覺得父母的幫助 就是一方面 因為他們兩個也都是念政大 所以他們會推薦他們在學生的期間 比較願意讓他們這樣自由發展的一些教授 那我會去聽那些教授的課 那二方面是說 他們也願意說 當親朋好友問說 那國中真的就不念了嗎 那未來要怎麼辦嗎 等等的這些時候 他們也願意有點幫我打折 那意思就是去說 雖然我們現在也想不出來 就是這樣子所謂自學的研究 到最後會變怎麼樣 那但是因為校長都說了 這個他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 那我們就支持他到底喔 那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也是讓我可以免於很多 就是家族啊 親朋好友啊 等等啊 的這種比較 當然也是關心啦 但是就是會花我的力氣 需要一起解釋的部分 那我的父母有就是幫助我去處理這樣子 那什麼是最難突破的 我覺得自學的時候 最難突破的一個就是 會覺得我是整個 我的社群裡面 或者我的鄰居朋友裡面 唯一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的那種非常孤獨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在有網際網路以前 有全球資訊網以前 這個幾乎是沒救的 那因為 除非你真的能夠去搬家 去巴山涉水 然後去像什麼高等研究院啊 或者去真的當某位教授的博士後啊 等等 那但是又沒有學歷對不對 我當時英文也很不好 其實是不太可能做這樣子 大的生活環境的改變 但是當時 我之所以能夠說服偉校長 也是因為我告訴他說 其實在網路上面 不管你研究的這些題目 在冷門 在偏門 那其實在網路上面 就算只有 好像萬分之一的人 在意這個題目 在全台灣也是2300人 而且2300人 說不定在網路上已經有一個社群 所以在此之前 幾乎沒有一種 把大家對於某一個很冷門的題目的 共同興趣 組織起來的方法 但是有了網路社群之後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你只要有一個正確的主題標籤 幾乎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那所以這個突破 並不是我自己能力強而突破的 而是我剛好 在就是中二載學的時候 剛好碰到就是早期網路的社群 開始出現的時候 那所以這個等於是大家一起來突破 而不是我自己突破的 所以我自己最欣賞自己做哪件事情 可能還是就是鼓足勇氣去跟校長談吧 因為在很多就是中學生的心靈裡面 其實校長離自己是很遠的 我當時也去找他談的時候 也是鼓足勇氣 然後腦裡其實已經有那種 談判需要的決策書 就是他一定會反對 反對他可能用這個理由講 我就這樣講 他這樣講 我就這樣講 反正在腦裡已經想了 大概就是七次 就是來回來回來的那個欺負 都已經放在腦裡 可是他一開局就說 好啦 你明天不用來說笑 所以我們那個欺負就要來計算了 但是我覺得有那樣子的勇氣 確實是還不錯的一件事情 有十四位朋友問說 如果都市發展 都是以新的開發為導向 那麼做文史保存的青年 該如何從中生存 這個真的是一個挑戰 當然我們最近在空總 就是我的辦公室 這個地方才剛剛被台北市政府指定為古籍 那所以就是本來是覺得說 我們也會面臨這樣子的挑戰 但是後來發現沒有這樣子的挑戰 有點像就是校長說 你明天不用來 但那個情況 因為他現在是古籍 所以我們本來是說 某些部分要保留 哪些部分要改建 哪些部分要做怎麼樣 那就都不希望往這個方向想 我們現在要想的是說 那我們在完整保留 它的實際的這個原貌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樣盡量活化它裡面的空間 怎麼樣讓越來越多人 能夠認識到說 這一棟建植物它的過去 在日本的時期 在當時作為空軍的使用的時期 在現在變成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時期 這些怎麼樣把它串在一起 有很多做就是大地遊戲啊 實境解謎啊等等的這些朋友 已經在做這方面的規劃 那當然促轉會好像應該沒有多久之後 這邊的某一棟的某一個地下室 就會被指定成故意移植喔 因為之前在空軍好像有些審判 是在這一棟的某個地下室做的 那所以我們也要有一個明確的標明說 欸當時發生過什麼事情 不過我們也有很多在裡面做AR、VR 做虛擬實境的團隊 所以理論上也可能可以用一種沉浸式的方式 就是你走進去或戴個眼鏡或怎麼樣 然後突然間時光就倒流到 就是當時的空軍的情況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創作的來源 它不一定要是 就是只是純粹的把它保留在那邊保存 而是說這個保存的過程中 不管是透過我們透過像無人機 然後繞著它去拍 一下子就可以取得它的三維的建模檔 那這個建模檔就可以變成 我們做很多包含像返校那樣子的遊戲 或者影音創作等等的一個素材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會累積很多大家第一手的經驗 故事等等 那這些又會放到文化部 有個叫國家記憶庫 那這些國家記憶庫也都是用CC授權 那用了CC授權 意思就是別人也都可以把它重新混搭 變成自己策展的素材 那甚至是變成自己要在別的地方重建 一棟 看起來差不多的東西 不管是在VR裡 還是在別的地方 這些都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的保存不是只是原地的保存 現狀的保存 也是把這個記憶保存 那這個保存也不一定是就是不能動 而是說它是可以複製的 可以擴散的 可以任何人下載一個什麼遊戲的補充包 什麼之類 它就能夠踏入你所在的這個地方 尤其對於國際的朋友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們要旅行 現在不一定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們可以透過虛擬實境的方法 透過線上的方法 就走入這個地方的當下 或者它的過去 或者它的未來的話 那它不一定 所以人要來台灣 就可以對台灣有 每個地方有更加深入的一個了解 所以在這裡面去做出新的故事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要講說 這些都是新的開發 這是所謂的development 但是它不一定是都市開發上面 所說的那種開發 我覺得開發這個字 我們也有一點想要把它再擴大它的意思 就像以前講到科技 科學跟技術的時候 在台灣因為是以製造業為基底 所以大家想到的都是自然科學 都是工業技術 但是現在設計也是一種軟的技術 那我們社會科學也是科學 我們要怎麼樣子 讓大家能夠想到一個很好的梗 然後集體行動起來 像剛才那個鳳茶行動 那也是社會技術 那也是一種社會技術 我們要怎麼辦 那也是開放空間技術 那也是一種技術 所以我們只要把對於科學的想像 就是除了自然科學還有社會科學 對於技術的想像 除了產業工業應用的技術 還有我們這些社會組織的技術 設計的技術 那慢慢往這邊擴充之後 那新開發自然也不會變成是傳統的那種意思 而是可以用新的這種意思去介入它 那很多包含文策院 設計院 這個我們整個文化部罕其實 大概都是在往這個方向去重新 牽引大家對於開發的這種想法 所以我是覺得就算是在 就是還不是古蹟而只是歷史建物 或者是甚至都還不是歷史建物的地方 也可以用我剛才講的這一套 就是對於古蹟的這一套想法來做 那這是比較具體的一些例子 但是當然就是一下子大家還沒有辦法 一下全部切換那種新的想像 所以新舊還是會並存一段時間 那所以就立刻就引到下一個題目 由於基隆的地方比較小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複雜 就是說任何兩個人之間 可能都可以透過四五個不同的路徑 就是他的朋友的老師的 胡馬的什麼同學 什麼之類啊 一下子就可以聯繫一下 其實從兩個人 那所以推動政策的時候 當然就需要大量的溝通協調 想請問有沒有什麼突破的方法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要溝通協調 能夠不要協調個十年 而是協調個一兩次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大家邀到這種地方 然後有很好吃的東西 很好聽的音樂 這樣子的情況大家心裡就會變得很柔軟 然後就是還有一些攀罰架什麼的 這樣子的話 溝通就會變得相當的容易 那當然就是 這是社群營造的朋友其實都知道的事情 不管是就是每個禮拜在固定的地方 有炒米粉可以吃 還是說就是 其實之前有一些高強度的這個社會運動 之後也都會有一些就是討論啊 這個療傷啊甚至大腸化等等這些時間嘛 就是會有一些比較自由的隨性的這些時間 那這些時間才真的能夠去把 就是本來壓力很大的這些朋友們 放在一個 好那我們現在暫時先不了那些 好像是要對抗型的那樣的東西 而是純粹就是有感受的出發 那像我覺得這個地方也滿好的 所以我是覺得透過像這樣子的一種空間 這種空間既不是大家專門來這邊上班 那也不是好像自己家 它是介於就是工作場所跟自己家中間的這個第三空間 這樣子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些社會空間越多 那我人跟人之間就越來越可能彼此感同身受 然後我通常的講話就是所謂學每一邊展 take all the sides 就是我如果開一個協調會 然後有一個人講的某個論點 我真的覺得為什麼會有人講這種話呢 那我一定會覺得這是我的問題 一定不是他的問題 因為他講這個一定是覺得他很有道理 我聽不懂那一定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就會去安排一些實際去他所住的地方 去他的社區 可能住個一兩天等等的這樣的一種行程 直到說他所講的那個方向的話 我也可以看得出來為什麼他剛剛講 我也可以幫他辯護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國統協調其實 講穿了一個議題大概就那麼六七方 其實也很難有真的一百兩百方 那所以這些不同的方面 只要做國統協調的人 這些就是做引導師 或者是這些主持人 可以真的去把這六七方都射身處理的經驗過一次 那這個再加上剛剛看到的很好的這種空間 跟很好吃的食物加起來 那大概就可以有所突破 就是雖然立場不同 但是就問說 那我們現在大家一起來想一個 對於我們不同的立場 但是大家還是願意至少一起往前一點點的那個價值 然後這個價值 也許大家可以想到一些創新 這些創新是大家一起想的 已經在考慮到彼此之間的不同的差異的情況下 但是還願意幫彼此想有沒有什麼創新 那這個只要一出現 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不錯啊 所以不滿意還可接受 那一開始一定都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這個累積幾次成功的經驗的話 到最後就可以有所推進了 那有14位朋友們問說 如果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基隆青年 在推動地方創生的時候 應該怎麼樣定位自己的角色 我具體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自己沒有自身的資源 那你可以去把自己定位成兩個或以上有資源 但是彼此之間好像平常很少有溝通的習慣的方面 中間的那個橋樑或者說中介者或者是 隨便你喜歡哪一個metaphor哪一個比喻都可以 我通常是用橋樑 那但是這個當然其實講起來就很抽象 那這個時候我們又可以回到我們的社會創新平台 社會創新平台裡面上面有很多 就是亞太社會創新合作獎 或者Bine Power的獎項 那這些獎項都是在獎勵給不是特定的組織或者團體 而是兩個看起來好像不太會合作 根本就很難想像他們兩個會加在一起的這些朋友 然後竟然他們之間合作了 然後我們就會給一個獎給他們 所以我們再看一些亮點案例分享 那Bine Power是國內的獎 然後亞太社會創新合作獎是國際的獎 那每一年他都會有各種不同的國際的朋友出現 所以舉例來講 像去年的那個Social Prosperity 就是社會的合作獎的得獎者是 好,我還是不要依賴投影情 是新加坡的一個叫做Beam and Go 那Beam and Go 他是幫助菲律賓的移工 在他所工作的那個國家 他賺到的錢會回去的時候 有時候會被拿去買酒或者去賭博或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他們這是一群新加坡人 但是他完全不認識這些移工 也不認識他的移工所工作的國家 他們專門跑去談的是什麼呢? 是在菲律賓的一些連鎖超市 那或者是一些藥局 然後以及他們在線上辦了一個 類似就是小型融資的那種賬戶 所以這兩個他們彼此之間沒有討論過 但是這個小的團隊真的很小的一個團隊 他們就說服這兩方彼此合作 那合作做什麼呢? 就是移工他賺了錢之後 先存到他的當地的這個銀行的帳戶 然後呢他有一個類似像UberEats 那樣子一個買菜籃 那他就可以直接買當地的這些日用品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面所需要的一些菜啊這些 那他訂購了之後就會產生一個QR Code 他把QR Code傳給他在菲律賓的家人 他的家人就可以拿這個去提貨 那但是他就只能提貨而已 就不能夠再把錢轉到任何的地方 那一方面就省掉跨境匯兌的很多的手續 那二方面他也可以養成一個比較好的理財的觀念 而且他也覺得說那我是持家者 我還是在扮演著持家就是買財的那個工作 那而且我就知道說那這些辛苦賺來的錢 不會跑去就是買家或賭博或之類的 但是從頭到尾就是這個新加坡的團隊 其實只是把這兩方就是他們的銀行這個匯兌的系統 然後跟在地的這個藥局跟超市去想出一個梗 讓他們合作而已 他們自己其實幾乎沒有做任何事情 那但是這個也就很成功 而且也有完成一些社會的使命 所以我是覺得說像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支點的這樣子一種角色 如果多參考我們就是社創合作獎 或者翻譯POWER的話 應該都可以想到類似能夠出類旁通的這個情況 那最重要的還是在一開始就把自己的價值主張 就是這個到最後 對整個社會對整個社群 可以有怎麼樣子的好處 可以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如果講得很清楚的話 其實我想任何人都會願意去投入一些 對自己沒有壞處 那對公共利益又有好處的一些事情 那這個講清楚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性別教育已經進入校園 學子們已經有正確認識性別相關知識的管道 但是父母以及長輩們 當初並沒有受過什麼性教育 所以常常看到他們下意識 歧視女性或者LGBTQ的群體 而作為晚輩很難開口 來反問反駁他們落伍的觀念 但是如果我想要提供資訊給他們 他們也不願意接受 所以總是對這樣子的困境感到很無力 那想請問一下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長輩們也能夠上一下一些性別教育相關的一些課程 我想這是大家常常都會面對的一個實際情況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就是我跟我阿嬤 還有爺爺當然也在的時候 我是每個禮拜都會跟他們聯絡 那每兩個禮拜至少一定會淡水一次 他們都在淡水 然後其實我爸媽也在那邊 外公也在那邊 所以就是咱家人都在那邊 所以我一個禮拜跟他們至少就是相處個半天的時間 那常常登場 那這個是幾乎完全都沒有間斷過的 那在當時 好比像說 就是那一次公投綁大選的那一次 那我阿嬤是前生的天屬教徒跟爺爺都是 所以他們教會也花了很多時間在講這件事情 那在當時我想也有很多年輕朋友的長輩 尤其如果在教會系統比較活躍的話 也有感覺到一種比較挫折的一種感覺 那我的做法其實絕對不會是說 他的牧師或者是他的教友講的有什麼不對 我的分享都是說 那我的朋友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的朋友實際的生命經驗是什麼 那這裡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他每個禮拜星期天上一次教堂 至少也會跟他的教友待個半天 所以我如果一個禮拜沒有跟他相處 至少同樣長的時間的話 我到底有什麼資格去跟他說 就是請多考慮我這邊的看法 那所以我想人跟人之間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要跟他有足夠多的相處 然後足夠清楚的知道他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才比較有可能 比較尋尋善用的去說 那其實就是結婚 不一定要結姻嘛對不對 這是後來我們想出來的一個社會創新嘛 就是所謂的超連結法案 超連結法案就是把長輩們 因為其實他們看的事情 也不能說是錯的 只是說2007年以前 主要結婚是兩個人代表各自的家族結婚 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16歲也可以結婚 所以是兩個家族的聯姻 那結婚的兩個人是這兩個聯姻的家族的代表 的這樣一種所謂遺世婚的這樣子一個看法 那當然2008年之後全面改成登記婚嘛 就是兩個人是登記了才算數 而不是說舉行個婚禮就算數 可是長輩當時的那個經驗是真實的 你不能去否認他當時的經驗 你只能說現在我們對於婚禮的看法是這樣 那但是當年那個想法還是當年的想法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那在同性結婚的時候 他們的家族並不因此而結因 所以不用發明什麼兒婿啊 女婿啊什麼之類啊 16種親屬稱謂 不需要這樣子去發明 那這個時候 媽媽也很容易就聽懂了 因為就是我講得很清楚 而且這也確實是實際的狀況 所以在你讓他們之前的那個記憶 你是尊重他 而且是給他一個空間的情況下 那他也會願意尊重你說 那確實現在的人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所以他在當時那一次公投榜大選的時候 那他就沒有去領公投票 所以也多多少少少排了一些對 我想缩短排隊的人數 那這個就是兩方他聽了之後 他折衷之後他覺得說雙方都有道理 那他就不在這方面特別去表態 那我覺得我們能夠做的大概也就是這樣 就是確保說他有他一個很良好的社會的一個社群 那我有我自己的社群 但是我跟他之間不會因為這兩個社群有不同的看法 我就不每個禮拜去陪他半天 那也只有我陪他的時間 跟他跟他交友相處的時間 差不多他才有可能 比較有充分的資訊的權衡兩邊的這個方向 那但是他一旦聽懂了一件事情 然後結婚不結音之後 那他在他的交友之間也有一些影響力啊 那他也88歲了嘛 所以也是比較資深嘛 那他就可以去找到他的年輕朋友 就是77歲了的朋友去講這件事情 他的年輕朋友又可以去找更年輕的朋友 就是66歲 等等這些朋友 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比較尊重資深的人嘛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一個最資深的資深青年 然後跟他有這個很良好的人際互動 那直到他也能夠從你的角度來看事情 那慢慢的他的人際網路裡面 也開始比較能夠去理解 然後願意消化我們現在比較新的這些想法 那這個大概是靠一次一次的對話 這很難是直接說 阿嬤我幫你報名了社區大學的課 你明天就去上 他一定不理我 所以還是要靠就是每個人自己 跟自己的長輩 尤其是最資深的長輩 中間的這個關係 好 有17位朋友們問說 近期啊 台灣政府就是一個叫龍翼的一位朋友 在尋找地方建設天然氣的儲存槽 那目前已知桃園以及基隆 都有區域被選為天海造物的工程 那相信我們政府對於政府想要強勢破壞自然環境 有沒有什麼可以跟政府對話的一些方法 那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你覺得某一個公共政策 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做的話 那提出那個更好的方法 一個明確的願景 然後透過群幕啊透過聯署啊 不管我們眾議平台的5000票啊 或者公投啊等等去動員 現在是最好的一個方法了 因為我們不管是公投也好 或者是立委選舉等等 現在投票率都相當的高 那投票率高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年 就是經濟學人把台灣變成 就是全世界少數 受過僅存的 完全民主的政體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投票率相當的高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的這個 alternative就是一個比較不破壞環境 但是也可以達到類似的目的的這個想法 在傳統的倡議裡面 就算就是有集結一次遊行啊等等 他碰到的人畢竟有限 但是如果他是碰到了 他比想說我們在眾議平台上面 5000人連署 或者是成功成案的一個公投的話 那幾乎可以確保說 你的親朋好友 就算他不知道你發起了這個 他也會聽到你的訴求 所以對於就是公民所提出來的訴求 他的快速傳播 現在台灣已經有蠻多蠻成熟的機制 來做這件事情 那不管是join他的成案 或者是公投 那都分別是必須要由行政院的部會 具體的回覆 以及立法院具體的回覆 那這是比較程序性的回覆 我看到有人舉手 所以是不是先給舉手的麥克風 委員您好 我剛剛有在你上一個答的問題的時候舉手 但是你好像忙著 對沒關係 那我想要講就是說 以前的話 是會說 中國人用口水淹死台灣 然後現在的話是 技術性移民用人把台灣給占走 那或者又有人說 隨著時代的演技 又有人說用經濟 也就是用錢把台灣買走 例如像我們現在看到 諸如台北車站 西門町 其實它那個都有一些中資的影子在 對 那 中國也是有買走 比如說像日本 許多水原地的一些區塊 那現在則是打資訊戰 那面對台灣假在這種中美兩大國的這種恐怖平衡當中呢 面對資訊戰 或者是我們說假新聞 或是有人批評1450王軍 或者又可以牽涉到 我們之前美國總統的川普 他言論被網路平台下架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那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政府是否有 系統性的方式去抵禦這樣的資訊爆炸的時代 可是又衝刺著這麼多不友善的東西 那第二個就是像我們這種 這麼渺小的老百姓可以做什麼 是媒體試讀還是說批判性思考的訓練 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政府跟這個相關的 大概都有放在一個叫做MLEARN的網站 媒體素養教育的資源網 那MLEARN的網站 它講的不是只是K-12 就是小孩子的教育 也包含終身教育等等 那也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組織 好比上說台灣市場的中心等等 那為什麼我們在講的是媒體素養 而不是媒體試讀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只有在廣播跟電視的時候 我們才強調說 少部分人製作新聞 少部分人製作節目 大部分人只是被動的閱聽 就是看或者聽這些節目 那看或者聽要看懂聽懂 不要受到裡面的一些片面的訊息左右 那這個叫Literacy 叫做試讀 但是在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 我們在台灣任何一個角落 任何人只要有手機 那都可以連上寬頻 大概10Mbps的 足以去做直播的那種頻寬的網路 所以也可以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一個電視台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也不需要付出額外的費用 因為反正499塊都已經付了嘛 現在好像有些已經掉到469塊 那個不是政策 但是最後就變這樣 那無論如何 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下 那就是每個月都已經付了400多塊了 那你一直開著直播 也不會因此付更多錢 所以就很多人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很願意在線上就是擔任一個 比較像是自媒體的這樣一個角色 那但是當你是媒體的製作人的時候 只是試讀Literacy 就是不夠的 那必須要有Competence 就是素養 就是好像一個電台的台長 一個報社的社長 一個新聞記者 他必須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好比像說剛剛您講的一個非常好的 就是在假訊息來的時候 怎麼樣去做辨別 怎麼樣確保說 你的這個報道不會就是以二傳而 因為以前以二傳而 如果你沒有一個大眾的電台的話 那最多就是一傳二 二傳三 三傳二 就沒有了 那但是現在因為很容易 就可以接觸到非常多人 所以就很容易一傳十 十傳百 百傳千 就做的Going Viral 就變成好像三人稱呼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媒體素養教育 資源網裡面 以及我們假訊息的危害防治方案裡面 去確保說 大家都有數位公民這樣子的一種能力 那當然詳情可以在這個教育資源網看 但是目前我們是在十二年國教 就是新課綱裡面 本來就有媒體素養相關的幾個試點的學校 在這些學校去開發這些教材教法 然後再融入到我們的國小 我們國中 我們高中等等的課綱裡面 舉實際的例子 就好比像說去年一月的總統大選之前 那就有讓小孩學生 當然也包含社會人士 都可以來fact check 來事實查核我們的三位總統候選人 在證件發表會 以及在辯論會上面所講的每一句話 那任何的學生他只要願意就是在足足稿裡面挑出 那些是事實部分 那些是個人感受事實部分 他的來源是不是有錯誤等等 那他及時的那些查核的結果 就會跑到甚至是主流的新聞媒體上面 變成像泡馬燈那樣子去fact check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那所以這個時候只要學生和社會人士 自己參與過這整套媒體製播的程序 他就比較不容易被這些片面的訊息所攫取 但是當然你剛剛講到的不是只是misinformation 不是只是我搞錯了然後就放大 裡面也有包含境外的就是惡意的操弄 那惡意的操弄就跟只是我搞錯了 然後一傳實事情蠻不一樣的 因為惡意操弄他一開始就有一個主題 而且他是用就是以假亂真的方法去看起來 好像大家都要對這個主題去進行回應 那舉一個例子來講 好比像說2020年1月15號 就有一個在喘得很兇的說 他是這樣講說 蔡英文大勝是因為CIA提供了兩種特殊的隱形墨水 所以你不管蓋什麼候選人你蓋的那個都會慢慢不見 然後蔡英文那一格都會慢慢冒出來 所以他就大勝了 那同一個形狀的謠言 在你剛剛講的美國選舉上面也有發生 所以很有意思 這是一個playbook 就是只要這種形狀的 他就可以用來攻擊民主政體本身 那但是台灣比較沒有中招比起美國來講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開票的系統 從2015年開始就做了修正 就是我們的監票不一定是政黨監票員 任何公民監票員都可以去投開票所監票 而且監票的時候是可以錄影的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每一個陣營都開發出自己的計票的app 什麼穿運件、鷹眼部隊 第三個我不知道叫什麼 就是你用手上的app 再加上這些即時的錄影 其實就可以發現說 每一個陣營的youtuber 的人氣都增加了 那如果真的有什麼選舉舞弊 真的有什麼選舉的隱形墨水突然出現 突然消失 那他一定馬上大紅大子 那但是事實上沒有 所以我們的事實查核中心 在澄清這個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什麼唱票唱到4號 我們根本就沒有4個總統候選人 可見是立委 那這些事情一下子就很成功地澄清了 那就是靠大家 即時的在這邊監票的時候 扮演起那個自媒體的作用 然後即時的去進行澄清 所以第一個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呢 也是資訊站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在選前 剛剛是在剛投完票嘛 在投票之前 11月15號 也有另外一個在台灣這邊轉傳的訊息說 香港暴徒的酬勞曝光 殺一個警察可以領兩千萬 那這當然不是真的 但是他配上一個就是 看起來就栩栩如生的一個照片 那但是呢 這個照片呢 後來呢 我們就發現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傳 就是因為它本來真的是一張新聞照片 它是路透社拍的新聞照片 可是當時它拍的時候只有說 遊行期間有少年示威者 只是這樣子而已 完全沒有提到什麼兩千萬殺警察之類的 那我們怎麼知道說 這個東西它被移花接木 然後改了一個亂七八糟的一個這個標題 說什麼三萬塊 這是一個小暴徒13歲的酬勞 這個幫他換了iPhone手機還有名牌的運動鞋 所以就是它的照片是一樣的 但是已經被抽換成亂七八糟的一個 的一個訊息了 的一個文字訊息了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這個東西在台灣正在傳呢 就是因為有足夠多的人 在LINE上面看到這個新的標題的時候 他會願意長按LINE上面的訊息 然後把它轉傳給 好比像說趨勢科技有一個防炸達人 那或者是Who's Code 有一個叫梅玉宜 或者是G0B有一個叫真的假的 那或者是LINE本身 也有一個LINE的官方的事實查核的帳號 那你不管把它轉傳到哪一個 它其實後面都有一個同樣的公開的 資料庫 所以我們只要看在一兩個小時之內 哪一些訊息突然之間 好像指數型的成長 那就算它還沒有觸及到 像Facebook或Instagram上面大部分的人 還只是在LINE群組裡流傳 大家就可以像是 回報那個垃圾詐騙邮件一樣 把它這樣子回報出來 其實這個解決方案並不是政府做的 這個是網際網路社群的志工做的 就像當年垃圾邮件的時候 20年前我的E-mail信像 常常也接到有人說 它是什麼皇族的 什麼有要流亡的 有4000萬的 我只要提供我的帳號 這個它可以把500萬 像時間放在我的帳號 什麼之類的 那種就是詐騙邮件 那但是當時顯然有足夠多的人相信 所以它才能夠一直運作 那但是後來我們就發明出一種方法 說只要有足夠的人 回報它是垃圾詐騙邮件 那麼新一個收到的人 就不會在收件下看到 他就會跑到他的垃圾邮件資料夾去 而且會明白標示為這是垃圾邮件 那這個時候你就比較不會去相信 不相信的話 這些詐騙的人 當然就收不到 就是傻傻的相信的人的錢 那這樣的話 後來他們也就不再去做這件事情了 所以假訊息也是一樣的 只要有足夠多的人 去進行這樣子的回報 那我們的這個網路社群 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東西是值得去查證 那自然也會有人去查證 所以像台灣視察中心 後來就去查證 說這個什麼殺警察 什麼領錢 什麼13歲買iPhone 之類之類的這些胡說報告 那都是有一個微博的帳號 它叫做長安健 它是中共的中央政治法律委員會 中央政法委的微博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什麼地下的滲透 它就是公開的在那邊造謠 然後而且它不是在香港那邊造謠 可能因為沒有人會相信 都是傳到台灣這邊來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也沒有去把這樣子的訊息下架 因為下架的話 其實常常 我們看美國的例子就知道 你把某個帳號下架 說不定會造成 就是社會更大的同黨跟分裂 那所以我們不是把這些下架 而是像Facebook等等 都在上面就直接貼一個訊息說 你所看到的這張照片 其實本來不是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按照台灣市場和中心 其實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來下的 所以你還是可以分享它 你還是可以留言 還是可以評論 但是外面的那個框 就是我們媒體素養 上面說那個frame 就不一樣了 就不是說 你的朋友轉傳一個東西過來給你看 而是你的朋友轉傳一個 就是其實是有資訊操作的一個證據給你看 外面加上了這樣子一個外框 那這個外框在這邊 並不是因為政府做了什麼 而是因為有足夠多的公民 你願意透過像防炸達人 真的假的霉魚等等這種方式 變成一個好像聯防的這樣子 一個志願的一個系統 所以這個也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情 希望有回答到一部分你的問題 謝謝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 是不是時間也就到了 對 因為政委今天的行程很滿 那待會是要到海科館主獎一個科技博物館的題目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基隆好友們 我都不然趕快發動起來 是不是 就追過去 那最後的話 因為 政委時間不多 所以我們會有一張非常珍貴的大合照 會請 政委來到前面這邊 那等一下會後的話 就沒有辦法依依跟大家合照這樣 那最後最後再用一秒鐘的時間 抽出我們幸運獲得 那個 征服冒T的好朋友 好的 好 恭喜 得獎的是 沛 就是剛剛有發問的那個沛 要記得 有一個雨 然後底下三點水的沛 沛 待會記得到櫃台領取你的禮物 那其他 前十名發問的朋友 我們也都有贈送月曆 那記得到櫃台領取 那我們是不是請政委到目前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後面的朋友 可以那個 也可以站在椅子上沒關係 要跟他集中一點 這樣有進去嗎 可以 後面可以 那個 右邊 OK 左邊可以再進來一點點 這邊可以再進來 藍色衣服的先生在往裡面一點 對 那個 牛仔外套那個要再往裡面 修仔套在往裡面 對 OK OK 這樣OK吧 好這樣OK 這邊OK 左邊OK 右邊呢 那你在旁邊 右邊OK 這裡這裡 大小不加 這裡 這裡有位子 小波舞 坐地上好了 坐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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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著 有可以 請你進來 好了嗎 我要拍喔 好 3 2 1 好 好 謝謝 謝謝 那是不是我們掌聲 謝謝我們唐鳳正偉 謝謝 謝謝子惟 謝謝 好 那那個比較晚來的好朋友 我們今天打卡的話呢 有贈送唐鳳正偉的可愛小春聯 可以到我們櫃台那邊去了解 如何索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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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